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大校园昨20日经传泼酸命案,造成一死三伤,台科大研究所毕业的25岁张姓男子不满,被台大心理所谢性男学生分手,到台大助社前谈判,向谢男泼硫酸,最后张男自杀身亡,张男脸书昨日突然被网友贯保,出现许多对于同性恋的仇恨言论,也有网友希望死者为大。 停止对张男的言语攻击。 20日上午约10时,开始有网友到张男脸书留言,一开始多事对他说,R,I,P,怨死者安琪,希望他一路好走,但在下午开始变调,开始有网友质疑张男的感情处理问题,这种人还要一路好走哦,为了已逝去的爱情,牺牲了自己,值得吗? 带俯视性一体跟刀子去谈判,害伤及无辜保全,这种可恶至极的恶劣凶手居然还能留R,I,P。 另外也出现仇视同性恋的言论,清朝有获原假,民国有获原假,激进派狂假,臭假,社会乱源,臭假全死光算了等。 有人不满张男死后仍要受到网友抨击,希望大家能够自治,留一点口德,不要再谩骂死者,期望有人能够关闭留言功能。 有网友表示,你们十家的言语凌辱对于一具冰冷的尸体来说根本毫无效果可言,但是针对他们的亲属都是致命的伤害。